第一现场要带您直击火灾 地点在基隆 今天高温37度 在7度一个汽车资源回收场 发生了大火 原因就是天气太热 过救援动作一波三折 消防车到现场发现消防栓 只有栓却没有水 出动了消防车 却又出了车祸 汽车资源回收场满地气机油 大火狂烧 用来自 明明有看到消防栓的标示 却没有看到消防栓 缺乏水源 消防人员气急败坏 这户今朝500公尺 已经完全都没有水源 紧急呼叫支援 没想到却遇上了冒失鬼 闯红灯又逆向违规 看消防车撞个阵早 原本赶着灭火 却变成了车祸 交通大瘫痪 状况不断意外连连 这时回收场的大火越烧越烈 赶来到化学消防车就像是及时雨灭了这场大火 景象研判 气温高温造成回收场起火燃烧 虽然没有人因火警而受伤 不过反倒是修女车的驾驶 因为车祸意外 而成了整个救灾过程当中唯一的伤者 黑新闻李文耀金融报道